引起入郭三方期重大專項 大家好 歡迎收看晚間新聞 元朗經過發生嚴重車禍 私家私家車死亡停留公路 公路公路公路懷疑收細不扣 撞向私家車 私家車上一個41歲的女乘客死亡 男司機同坐在她旁邊的一個婆婆 情況迷怠 同車兩個小朋友就情況嚴重 貨車司機設計牌點駕駛被捕 涉及車禍的私家車 車的後半部被壓扁了 車停低騰水型的車輪和死亡 後排的座位被壓前 車頭座位亦都撞歪了 車上的乘客一度被困 要由先鋒研究出 而貨車車頭就凹了 擋攻玻璃碎裂 示範在上午大約九點半 私家車駛到元朗公路 近庫泰村這一段上赤的路段 它會因為故障停低了 即使運送共同的貨車駛到 還而修製而撞到私家車 正式的私家車原本死亡 停追公路的中線 大概是警員站在那個位置 起座有貨車將它撞到 一路推到六十米左右 推到路肩的這個位置 和她七十二歲的外母 送到屯門醫院治理 後座的四十一歲女乘客 送院搶救之後死亡 據了解她是男司機的親戚 持傷情證來香港 另外後座兩個分別七歲 和五歲的男子 是男司機的兒子 被送到瑪加烈醫院救折 無線電視記者 不緊張的 由教車師傅說 在公路上遇到車死亡 應該利用車的盛餘共力 駛去左邊的路邊或低路肩 分視著亦有指引 說在安全情況下 司機可以協助乘客離開車 教車師傅和我們走一次出事的路段 他說被造的私家車 原本有機會避過一劫 這條路是上車的 正常來說這個速度 很多聲音 不可以 在這個位置 都應該隨便 每個動力都可以 適合每個動力都好 立刻洗過來